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2月17日凌晨,英超第13轮将会迎来一场焦点大战,排名榜首的热刺将会对阵第二名的利物浦。 考虑到两队同分,这是一场不折不扣,价值6分的榜首大战。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的最新统计,利物浦全队高达10.8亿欧元,而热刺全队身价则为7.2亿欧元,两队将会带来一场18亿对决。 相较于热刺的全员起整,利物浦有多达9名主力商区,扎叔也只能打名牌了。 在上一轮比赛中,两队分别与各自对手打成平手,从而也错失了拉开分数的好机会。 此一直接对话,相信两方都不是奔着平局去的。 如果能取胜,那就相当于在冠军争夺战中,占据了有利位置。 从伤病情况考虑,热刺显然占很大的优势。 全队基本能够全主力出战,唯独就是拉梅拉无法出场。 不过利物浦方面,受伤病影响就比较严重了。 目前,范黛克、戈麦斯、马蒂普、米尔纳、地亚哥、沙奇里、凯塔、奇米卡神、洛塔等9名球员都有伤在身。 这几乎就是一套主力阵容。 利物浦队内现在只有两名健康的中卫可以出战。 如果不出意外,小将威廉斯和威廉姆斯将会搭档首发。 而他们面对近期状态非常火爆的凯恩和孙兴明,究竟表现如何? 目前来看,也要打上一个问号。 热刺方面,凯恩和孙兴明的孙凯连线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世界极佳、现象极的发挥。 孙兴明在12场联赛中贡献10球4助攻, 而凯恩则在12场比赛中拿出了9球10助攻这样不可思议的数据。 他们的表现将会直接决定热刺的进攻水平。 后防线缺兵少将的利物浦会如何应对呢? 利物浦和热刺是本赛季英超开赛以来状态最好的两支球队。 战绩均为7胜4平1负,积25分。 明天凌晨的榜首大战也会是新赛季至今最有看点的一场较量。 克洛普和穆里尼奥究竟谁更胜一筹,拭目以待了。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